漫畫? 小時候每個人都會看,是公仔粗 不過你有多久沒看過漫畫? 這一輯的香港故事會講講講漫 有我們三個 我是小毛,三十多年的港漫迷 我是羅文樂,動漫創作人 我是王趙達,我本身也是漫畫家 和你們走訪不止十個香港漫畫家 揭開他們創意的秘密 有看小事千宗,其實極為寒冬 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同 就算生活千宗,煩憂失控 還看成舟的人重,是我生命中 漫畫本身是很神奇的語言 漫畫本身是很神奇的語言 是一種結合了異象、文字和分鏡的敘事手法 漫畫家以超越語言邏輯的方法 去清楚表達自己 以及在情感層面上 和讀者作出溝通 這兩年,香港人面對很大的風浪 漫畫家又會怎樣運用漫畫這種神奇的語言 去講述他們眼中的香港呢? 今次我要拜訪的這位漫畫家 他在網上平台很活躍 經常和粉絲互動,人氣高企 就是他啦,柳廣誠 我們不如直接看看你的工作空間 是怎樣 其實這些也不是的 因為這些是接作… 可能有些彩色稿要做 其實我九成時間 都只用這些原筆 我用完筆之前 是用日本那些很專業的工具 即是甚麼G筆 網點紙 你用過墨的都做 是… 之前我也是學日本那種畫法的 我會… 首先勾線稿 然後填黑 然後上網點 這些網點都是真網點 從我三年前開始 就想轉用原筆 即是我覺得畫得舒服些 然後我就越來越喜歡 只是用一支原筆 即是由頭到尾一次過 即是每一格都用原筆就搞定 譬如畫衣服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分 甚麼是顏色,甚麼是線條 即是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原筆就是一個喜寶的工具 但… 即是其實不一定 即是我自己喜歡原筆 這些… 即是它有很多灰度 還有你力量又黑些 勢力又灰些 那些筆觸又會… 即是…不是很清晰的 即是我自己喜歡這種感覺 真的好 你看看 你也很多姿態 嗯… 我覺得這個是很… 很厲害的 因為你每張畫都好像是一個… 一個組裝 或者是一個雕塑的狀態 嗯… 我覺得有一點事情 你是很… 特別於… 香港其他的漫畫人 嗯… 你關於分鏡和實際設計的融合 說社會運動 你很有趣 你不是很客觀的 像政治漫畫說一些諷刺 你拿了這個情感的側面 很個人的去處理這件事 然後化了一些實際 那件事是很詩異 學會堅持的 聽說你從日本都到來香港讀書 是啊,我其實也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出生 但是我兩歲了 因為我爸爸去了日本做義 那你就過去了 是啊 那時候基本上 我是不知道自己是香港人 所以我一有回憶的時候 就已經是在日本生活著 一直住到八、九歲 就是爸爸被人炒到魷魚之後 因為沒什麼錢 他們回到鄉下先安定了 然後再回到香港這邊 當地人 我指是內地的山東人 就很討厭我們 就是挺誇張的 可能走路回家 又會被同學丟掉 是會等到流血的 那些老師都會對我有欺凌 之後就了解了 原來他們覺得我是日本人 我問了很多人 原來日本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日本侵華 就殺了很多中國人 他們對日本的怨恨 甚至會傳到兩代 都還有這些仇恨 知道了之後 就說 那真是不幸運 那時候已經知道 他們所認識的我不是真的我 而是一個出於成見 就是出於狀態所認識的我 過了沒多久 就有日本那些動漫的風潮 就進入了大陸 就是我是日本長大的 那這些超級熟悉 那就開始 想和我畫這些卡通人物的公仔的時候 旁邊的同學都覺得很好奇 還有 我覺得他們畢竟是小朋友 所以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他們是會喜歡的 然後就會忘記了我是什麼水 我發現原來畫畫是 挺… 求生技能 就是突然間 有一個被欺凌的角色 變成了一個 好像… 就是有點受崇拜的感覺 那個身份認同有些奇妙的 就是明明身份證上 我就是香港出生 就是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但是我又不覺得… 就是這個回憶告訴我 其實我不是香港出生 就是剛剛來到的時候 看很多什麼法證先鋒 什麼妙手人生 我記得說說醫生那些 然後就看到裡面的專業症 那些精神我看到是很佩服的 那些律師會說 就是我雖然不認同你所說的所有東西 但是我會誓死捍衛你所說的權力 我當時聽到都是很震恆 哇… 跟在大陸的對比太大了 就是我回來 回來覺得 哇…原來意見不同 都可以互相尊重的 就是… 我覺得是很震恆的事情 我成員很震恆的事情 就是我去看 我覺得在大陸的事很震恆的事情 會去從事游行的事件 我去看 我去看 完全沒有任何正向的改變 我覺得自己太渺小 而且很憎恨自己這麼渺小 到了《反送中》很激烈的爆發之後 又會透過很多很多 其實有創意的抗爭手法 多了想像 譬如大家會全球的頭條報紙 說香港發生什麼事 就開始發現原來運動方向 不只是示威這麼簡單 其實可以透過很多不同方向 我就開始想 其實可以透過畫畫 其實我挺遲反應 2019年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點 令到柳廣誠開始創作政治漫畫 作品除了會在網上發佈 亦曾經在報章上連載 2028系列我畫的時候 就是想像一下10年後的香港 但是畫畫一下就覺得 一些未來的東西 其實可能明天就發生 而且有些是已經發生了 第一期就以一個比較 比較幽默一點點的手法去說 這些框框就是 那些自幻燈柱 就是會這樣去掃描人的 這個角色就發覺自己 走近自幻燈柱了 他就懂得做了 就藏著這本書 不要讓自幻燈柱拍到 就換了一本抖音出來 之後這個就是說 可能10年之後 記者這個行業會變成怎樣呢 可能這個記者還是很熱衷 追尋真相 但是可能一些報章 未必會欣賞 甚至會覺得 其實我們不需要你報道真相 這個會是未來報章的立場 就是我自己的想像 在《2028》系列裡面 柳廣誠覺得他創作的未來 近在止尺 我們邀請他畫一幅 十年後的香港 他這一刻想像的未來 又會是怎樣 各位 大家好 我就是香港漫畫家 柳廣誠 這一天在大館 舉行了日本著名插畫家 柳廣誠的講座 在日本成長 又認識日語的漫畫家柳廣誠 就被邀請擔任講座的主持 我和大有聲評就會有一個藝術家對談 其實因為插畫 問題就是大家都會畫得很好 但是好得利又好像沒什麼靈魂 但是大有聲評就很明顯不同 就是他所畫的東西 雖然都是一些好像上片那麼逼真的東西 但是他選擇的題材 就是選擇很多很多日本不為人知的一面 跟柳廣誠一樣選用大眾化的工具來創作 大有聲評細緻的原子筆筆足 涉獵的主題就有暴走族 紋身 不良少年等等 他的作品平成聖母 甚至成為修麗風波入面二次創作的對象 今天跟他聊完 我覺得挺放鬆的 還有挺合謂的 譬如說我們對日本漫畫現況的看法 還有就是對於策畫的看法 我看到柳廣誠先生的作品是經過很多思考 他很認真地考慮過很多事情 然後融入了他自己的作品裡面 我看完都會很感動 我自己都很想可以這樣 而他的作品最厲害的地方 是表現出一種對自由的追求 那你怎麼看自己的作品定位 我不會用一個國家或區域去分 我覺得會以創作傾向分 我覺得自己是獨立漫畫 我既然不是那種 廣漫傳統的私圖制那些東西 我又不是日式漫畫那種 已經有形成一個很實正的框架 知道應該怎樣走那種 所以有些猛打猛撞的感覺 譬如我 我也是可能以作品的質素 或者是原創性出發為主 即是用你自己的風格去特惠 我覺得 我想去拿回我自己的卡片 主要是給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用 因為到時會見到很多專業人士 譬如說出版界那些編輯 或者其他藝術 所以就預備定位 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 已經舉辦了超過40屆 是歐洲歷史上最悠久的漫畫展覽 每年都會吸引到世界各地的漫畫家 漫畫愛好者和出版社到場 柳廣誠就在2017年第一次獲腰參展 更加成為他創作路上開竅的契機 之前其實都一直很留意日式漫畫 都是覺得漫畫的世界只有這麼大 但是去過法國之後 原來除了我們所認知的美式漫畫 日式漫畫其實就有很闊的空間 歐洲那些其實有很多變化 其實可以以每個藝術作為一個單位 去法國前和去法國後 那個反差太大了 我的心態是我指 我之前是嘗試去猜測 別人喜歡些甚麼然後去畫 但回來之後就嘗試畫一些 我真心會享受到的畫 其實除了漫畫之外 我都開始找動畫或遊戲去做參考 那就嘗試下載一下 我覺得是古靈精怪的遊戲 這遊戲是最令我覺得很新鮮的 我玩完之後就很喜歡 那時候就畫了16頁的Fan Ask的漫畫 因為他看完很喜歡就跟我聊天 很遲接聯絡了一會 然後他就說不如我們認真 搞回一次大一點的合作 將他最新的那隻鏡子漫畫化 機緣巧合之下 柳廣誠找了推廣實體漫畫的團體 《紫本分隔》去印刷這本漫畫 他們本身是設計師 而且是漫畫愛好者 為了印刷到漫畫那種鉛筆的效果 他們就和柳廣誠展開了不同的研究 我們剛才看到的時侯都覺得很瘋狂的 整件事 他一開始來見我們 我們聊天的時候 他就這樣捲著一張A3字 幾張A3字捲著來 那些就是他的原稿 他說你是原筆 你不怕黃花嗎 然後他就說 有他吧,沒所謂吧 然後就出來 其實這些是能夠得到的 因為他們經常都畫出這種東西 我們最後就試了不同的方法 用了兩種不同的銀色的磚色去印 希望模仿原筆的感覺 以前可能漫畫是一個廉價的娛樂 但現在就會賣漫畫的人 推薦他去收藏一些近似 一些精裝一些的印刷品 他要看到那本是值那個價格 他才會放在家裡 做作品我都是會以一本書為一個單位 其實好像是一個 不同階段的做實驗的過程 就是我覺得這個實驗 做完試了我覺得挺好 那就試想想下一個實驗 柳廣誠今年跟法國出版社合作出了一本漫畫 以連環圖為基本 用惡譜取代文字 去營造一個意境 這個形式在香港很少見 但在國際市場的反應都不錯 而他一直都很努力 將他指齒一家的作品 介紹給更加多人認識 其實在台灣也有 不止一間出版社 是想跟我面對面聊天 不過又因為疫情關係 延遲了計劃 現在都在商討 在網上談及如何合作 又因為疫情關係 不會說如何外出 所以又覺得不如透過上網去試試跟別人聊天 我就試試IG的功能 即是問答那些 試了一次後發現反應很好 大家很好奇地問了百多條問題 然後又很神奇 我就是因為透過這些故事 所以反而引起了其他雜誌 覺得原來這個人這麼有趣 想了解我多些 反而構成了別的訪問 跟以前很不同 就是漫畫家只專注想本漫畫書 但是我覺得有需要 譬如說搞展覽那些東西 因為現在出書 是需要有一些活動 或者手賣 或者展覽這些形式 去發展出去 讓人知道 即是你靜靜地在書局 或者在書店出 其實沒甚麼人知道 因為現在的疫情和政治環境 我會… 第一,是人身安全 第二,是健康問題 也非常擔憂 在一個更安全的地方 做事才會更有行動力 在這裡有太多憂慮 會被那種抑鬱 會壓榨到我做不到事 一個人看你在哪裡 發揮到你最大的能力 我認為自己是畫東西 其實在哪裡畫東西都可以畫到 人生出來是自由 但是抗爭的目的是得到自由 但我們生存的意義不是為了抗爭 其實離開這件事 已經想到45年 我覺得現在是… 即是我覺得是時候了 當然是有點不捨得 在柳廣誠離開香港之前 我們再次邀請他 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 總之我整幅畫都是畫到很擠迫 很多人的樣子 這也是一貫香港的象徵 就是很多人擠迫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是有得再灰一點 如果你想樂觀一點 我都可以的 就是很多事情都想變好 只不過我自己都是根據 歷來香港的變化 去估計未來 這樣 我們會看到 就 二人 有 二人 你 沒